这些是刚刚从果园里采收来的苹果 经过清洗之后 大部分的泥土和砂石都被清理出来 它们采用两个不同品种进行混合 从而给苹果汁增添一种特殊的风味 苹果顺着水流的方向 漂浮到传送带上进入生产线 当它们在滚刷上弹跳时 清水和毛刷会再次对苹果进行清洗 确保表面没有任何污垢的残留 接下来苹果跟随着阶梯式的传送带 进入末端的粉碎机 从而将果肉粉碎成细小的块状物 并剔除掉果核 当果肉落入机器底部的漏洞 就会从这里被抽出通过管道 将其送到压榨机内 它们跟随着带孔的传送带 经过多个钢管的挤压 从而压榨出果汁 虽然传送带已经将大部分的果肉滤出 但果汁从压榨机内一出到容器中时 仍然会夹杂着一些果肉残渣 它们还需要经过多道的过滤工序 才可以进行贯装 这个旋转的滚筒能够过滤出更多的果肉 果汁会从滚筒中的孔眼渗出 再次过滤后流入一个大槽中 只剩下一些细小的果肉沉淀物 这赋予了苹果汁所需的稠度和风味 现在可以进入罐装工序了 工人将塑料罐送入罐装机的下方 然后机器的喷嘴将苹果汁蹦入罐中 因为里面残留的空气会导致苹果汁变质 所以在封盖的时候 机器会对其进行挤压 确保空气完全排出后再拧紧平淡 好了 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